大家好,欢迎收看旧金山焦点,我是林萧然 今天一大早,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 福克斯与朋友们的节目专访 与三位主持人畅谈了近一个小时 节目中,川普首次对国会刚刚通过的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做出回应 他也没有说自己签署还是不签署 只是说了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川普说,我们必须要与香港站在一起 但我也与习主席站在一起 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原话 关于香港的抗议活动 访谈中川普还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他说,如果不是他告诫习近平 将有数千人在香港被杀 川普进一步的解释说 香港局势没有出现更激烈的镇压模式 也与现在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有关 他说,习近平也不想破坏正在进行的贸易谈判 川普告诫习近平 若镇压香港将对贸易协议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出兵镇压香港 美国根本不会与中国签署贸易协议 已有的关税和即将加码的关税举作还会继续 不过川普确实没有明确表示 是否要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只说了一句令各方解读不同的说辞 我们必须要与香港站在一起 但我已与习主席站在一起 语气和口吻相比较国会议员在表决该法案时的慷慨陈词 明显弱化了很多 于是今天一向与川普唱反调的左派媒体《华盛顿邮报》 就以川普说他可能否决旨在保护香港人权的立法 因该法案可能会影响到与中共的贸易谈判 媒体发表了文章 这篇文章在社交媒体上迅速的传播 大家看来都很泄气 纷纷指责川普怎么可以把经济利益凌驾于普世认可的人权价值之上 媒体记者也纷纷的出动 就川普的言论采访了国会议员 最近多次公开在镜头前向习近平喊话的 美国参议院少数派领袖舒默的办公室发表声明说 不要误会 川普总统今天的讲话不反映美国人民或国会 对习主席向香港人采取压迫政策的看法 还说川普认为习近平值得信赖的态度令人困惑 强调在人权问题上 对中共强硬也能够帮助美国在贸易战中胜出 舒默是民主党的资深国会议员 所以他的说法普遍反映了民主党人的看法 而同为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克鲁兹 当然没有直接批评川普 而是把矛头指向了中共方面 克鲁兹今天发表推文说 习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不能够使美国国会保持沉默 他们好像不熟悉我们的宪法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以压倒性的否决无效的多数票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 它将成为法律 克鲁兹还说 法案是美国两党的共识 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即来自腐败政治政权的威胁 不会妨碍美国 支持数百万香港为自由而战的人 克鲁兹此前曾转发一篇美联社的报道 题为中共要求川普否决有关香港的法案 这里克鲁兹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点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是以否决无效的多数票形式通过的 英文叫做Veto Proof Majority 也叫防止否决多数票 根据美国的立法规则 总统可以对一般的投票过半的法案进行否决 但是如果法案是以超过三分之二 甚至更多的绝对多数的票通过的话 总统签字与否都会成为法律而生效 现在可以做一个最坏的预计 川普如果在十天之内否决了香港法案 国会如果还在会期 法案提出人可以要求参政医院 就法案再度表决 当然还会轻易地以压倒性的形式通过 就正式生效了 但这种可能性目前来看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川普也不想让民主党议员在国会的直播中 把他大骂一通 说他只认钱不在乎人权 另一种情况是 川普没有签署香港法案 十天之后如果赶上国会放假 预员们没有会期 都回到了自己州的选区 那么这个法案就被列为 搁置否决 执意是口袋否决 等同于法案无效 其实这种情况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查了一下参众议院的会期 香港法案签署的最后期限是12月4号 而下月的第一周两院都会正常的工作 也就是说法案完全不可能被搁置否决 所以分析了这么多 总结一句话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一定会生效的了 中共拿贸易协议做筹码也抵制不了 而美国对中共迫害香港人权和自治的人 即将实行最严厉的制裁 此举势必会引发国际效应 其他西方国家也一定会纷纷的跟进 推出类似的制裁举措 节目最后再来说说川普这个人 大家都知道 上岸出身的川普 虽然谈判之道 知道怎样才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且让对手乖乖就范 他可以和金正恩 习近平这样的人交朋友 维持表面很好的关系 实质上却没有丝毫的让步 对朝鲜的制裁一天也没有松 对中共的关税也一直在收 就像他自己说的自己不急于要一个协议 因为美国正在从中国的进口商品关税中受益 倒是中方急于达成贸易协议 今天就有报道说 习近平在北京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表态说 希望在互相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 与美方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 网上有文章通俗的分析说 川普不会签署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会令其自动生效 在谈判桌上美方代表与中共谈判时会卖个乖 说川普总统不赞同这个法案 你们也看见了他都没签字 但是因为是国会的决定 他拦不住啊 你们有气别往协议中撒 而中方实在不能再继续违背口头协议了 也只好硬着头皮签了 于是美国在推出香港法案的同时 在关税不减少的前提之下 让中共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投降书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旧金山新唐人的YouTube频道 旧金山就在栏目下留言与我互动 我是林骁人 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